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邓先生 既然日本经济自己在经历了战后最长时间的扩张期 但是日本也不能不承认 日本在整个全球经济不景气 下行压力比较大 IMF包括世界银行 甚至包括美国自己本身 都大幅修正了自己的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 IMF首先是宣布说世界从3.8%一直下修到3.3% 他说能不能完成3.5的今年的目标 都是很难讲 美国也从原来是认为他今年可以达到3.5%的 最后一直下修到2.5% 最新又下修到2.2% 日本 我看到一个报道 现在IMF对日本的GDP增长率2019年下修到1% 但是依然认为日本1%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温和的经济扩张的表现 因为日本的通货膨胀率依然不高 可是在中美贸易战这个大的背景下 日本产业还受到影响 我看到这就是产积新闻的报道 去年的第四季度 日本对华出口降低了3.6% 今年的第一季度更是大幅减少了8.4% 基电产品 主要是基电产品 所以让日本的很多企业家们有点担心 日本企业家说我们是不是不能坐等 我们是不是应该到中国去投资 您怎么看中美贸易战下日本对美对华贸易 这个中美贸易战现在是 其实是全世界经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世界 当然 这是你世界两大经历去打起来了 而且就是说它现在就是中美贸易冲突 从去年7月份开始 其实是有人已经有一个预测 大概已经造成了大概100亿美元的一个损失 不止了 恐怕还不止了 对 实际上是在中美之间还涉及到其他的方面 这个就是说刚才您谈的那个 就是这些大的几个机构 对全球经济的一个增长的下调 其实他们在分析的时候也是讲的 主要的原因是中美贸易战争 没错 尤其IMF公开讲 就是因为你们两个家打起来了 所以就是说它这次中美贸易争端 其实它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 没错 而且它的伤害如果说还不尽快地解决的话 它会进一步地扩大 而且这种伤害实际上是很巨大的 关键是像IMF说的 它说实际上有些伤害是已经是永久性的 没办法修复的 那其实就是说在这个大的中美贸易冲突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 其实应该讲应该把它扩张讲 实际上是它不仅仅是一个中美贸易冲突的问题 而是一个在特朗普治下的一个贸易政策 它要改变全球贸易规则的问题 它全球这个实际上是这个 应该讲是它的全球贸易政策 它要做大幅调整 别人说了嘛 中国结束以后下一个日本再下面是欧盟 其实它的这个影响是它这个整个的战略所带来的 而直接的损失实际上是中美 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有互相加征关税的 这些带来的一些直接的损失 那在这个整个大的这个格局下面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尤其这些跟中美之间有关系比较密切的 首先尤其是大的经济体 对 不用讲了 日本第三嘛 对 日本第三 欧盟如果说是全球加起来是全球第一 对吧 对 欧盟全球加起来第一了 欧盟 日本 其实还包括像我们周边小国家 像韩国 整个亚洲国家去年的经历增长都放缓了 对 放缓了 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欧盟跟日本 尤其像日本这样的国家 它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实际上是他们在日本国内有很多的讨论 他们也感觉到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没错 因为日本它自己的定位 也许是安倍 它就认为说 我是一个在加碰中生存的国家 尽管我现在是职业经济 我们的总装是第三 他脑子很清楚 然后我其实在这个大国的博弈当间 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棋子 我也可能会成为一个牺牲品 但是呢 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受益者 那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受益者 让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我看他跟欧盟签署自由冒军挺聪明 这是安倍现在做的事情 而且他做的很成功 其实你也知道 2月1号 这个欧日的那个 自贸区的生效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 都有妥协 都有让步 当然了 尤其日本农产品 对 不做让步 欧盟也不答应了 对 不答应 但是呢 就是说 他给了一点点缓冲期 在农产品上给了一点点缓冲期 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安倍就是强烈的意识到 在这个整个的国际经济 一个大洗牌的这个构军中间 日本必须要求生 难得独善其身了 对 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发展的路 所以他就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谈判 他跟欧洲 欧盟现在已经达成了 对不对 他现在东亚 就是中日韩三个国 他现在积极在推动中日韩的自贸区 东北亚自由贸区 对 TPP也生效了 然后他马上回过头了 又要跟美国开始谈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 还有一个就是跟东盟的一个 那个16国的 这个今年11月份 对 就叫10加6的最大的RCEP 对 对 对 就16国的那个 所以就是实际上 我是认为 日本其实是 他是比较低调的 但是在雄心勃勃地 执行他的一个 一方面是扩张 或者是一个自保的一个经济计划 而这个 这个经济计划到现在为止是成功的 成功的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可以巧妙地 规避掉美国对他一些直接的威胁 同时也可以巧妙地 对 对 对抗 来自 可能来自中国的威胁 然后呢 他在对他整个的国民经济的提升 是会有帮助的 就是他跟欧洲这边签完以后 当然也 他日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详细的分析 判断 然后就比如说在汽车工业 他们可能会收益 包括他们那些 他们还也有一些 其他 比如像葡萄酒 这些 他们也可以出口了 然后 当然不用讲 汽车大量的出口 这个是对日本是非常大 他们说可以提高大概GDP的1%这样的 对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这对美国是很大的压力 同时呢 就是他们利用这个缓冲器 就农产品的缓冲器 让日本农业去慢慢去消化 这方面的一些损失 但是实际上这一点呢 就是日本经过了 从TPP的讨论以后 慢慢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 或者在来自农业方面的阻力 跟反对声浪 已经不像前几年 刚开始讨论TPP的时候 你根本不能谈 不能谈 所以现在呢 就是说 就是我刚才讲成功的有一点还就是说 在国内呢 它的民意 经济界的普遍的支持度还挺高 因为这点其实很重要 当然相信的政府嘛 比如像美国现在这样的政策 这个国内的反动升了多大 没错啊 对 其实你这种其实是特别不好 为什么呢 首先有民意 再加上有国会的制约 对呀 民主党的众议院 然后呢就是说你内阁政府呢 其实也是一件也不一致 这样的话其实很难去推行一个很完整的 或者是一个执行力很高的一个政策 然后使得他从此到中可以去按照你最早的意愿去推行 但是日本就可以做到 日本经济界支持安倍 民意的反对声量已经降到最低 再加上这几年安倍通过他的外交政治 周边国家的关系的处理 包括跟美国的关系 他变成说他建立了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民意基础 大家至少不会反对你 所以他变成他在执行整个过程中的话 他执行得很平顺 而这一点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了 对非常重要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像美国就这样七拱八俏的 特朗普一头包你知道吗 那当然了 每天面对那么多的麻烦事情 这些老板可以公开的就跟着吵吗 对啊 你说像中美这个谈判 谈到现在 其实也是跟美国其实内部有些意见也是不关 对 美国内部的自己的分歧太大 甚至包括我们总统 其实我们总统现在已经看到他的麻烦了 因为现在我看到这个美国国会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已经明确说了 你那个NAFTA改正本 对不起 我们不会讨论 讨论你也过不去 就告诉你说了 你就永远搁置吧 什么时候你下台了 然后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再换新总统 民主党总统 我们再说民主党的事 所以一个自己的国会跟政府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 制衡是必要的 但是制衡不能变成最后是拖后腿 所以安倍应该说还是比较巧妙的 或者说比较理性的处理了他和国会之间 当然了 因为日本是内阁制 内阁制就是执政党是做首相 所以最大党就是自民党 所以自民党能够掌控议题 自民党能够主导国家的经济发展 所以这就是属于内阁制的一个好处 所以我觉得除了安倍这样之外 其实大家还是对日本的未来的经济 因为现在看日本如果我们说错的话 到今天为止日币对美元是111 其实还并没有大幅增值 比120是升了一些 但并没有大幅增值 所以人们预测说 这种日本健康的货币政策 可能会对日本未来的扩张 还是有帮助的 对 日币对美元的汇率 其实现在还比较稳定 一直在经过了去年 曾经搭载过120多 那是免得最厉害的时候 然后后来就基本上就一直稳定 在110上下 上下一两点这样的 这个就是他的日元的就是很稳定 很稳定其实就是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就是其实反过来说明就是日本的经济 经济稳定吗 对经济很稳定 所以就是说这个 因为就是说这两年中日之间还发生了很多大事 从去年五月份 李克强去访问 然后中美 中日基本上是 开始解冻 你觉得今年有可能习近平回日本吗 对会的 你觉得今年还是有可能 不是有可能 基本上确定了 因为我知道习近平说2020年是不太合适 因为日本也比得忙 那个东京奥运会 因为今年 我可以这么讲 习近平肯定会去日本 因为有一个G20在日本开 对 他一定会去 但是呢就是说 他会会作为正式访问 而作为正式访问 从我的了解到的管道 是会的 中国有特别强烈的意愿 改善跟日本关系 在经济上有更密切的互惠 而这两年 其实这个趋势也是如此 就是说 大概从去年 应该讲从去年开始 或者是再早一点前年底开始 日之大举进军中国 对 又是一个趋势 谁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